只有自由选举即使是冲撞现有体制 民风的政见都有可能被推动和实现的一天 肩上现在背负着大家对我的期待和厚爱 我会继续努力 谢谢大家的支持 让更多人关注到我出来参选的原因和政见 这也正是民主制度的难得可归之处 只有自由选举即使是冲撞现有体制 民风的政见都有可能被推动和实现的一天 肩上现在背负着大家对我的期待和厚爱 我们继续努力 谢谢大家 你知道我们疫情期间其实没有人来 我们正好就把很多电脑线下地 所以大家说是文化路变宽了 好开心 那要吃好几次 这个超好吃 这个超好吃 那要左转咯 来来来来 那就是 那就是我们的跟谁吃的 明天晚上就在这 明主宣定 明主宣定 在这边让我们 对对对 我想今天在零聪明沙 多鱼头 配合社长一起吃个饭呢 非常呼应 Molly的本名 对对 再念一次 颜色不分染绿 致辞性转取颜色天生结 今天不论蓝绿 今天都应该要出场 然后来享用嘉义的名识 没有错 这都是主旨 毕竟大家也知道我的政治形象 稍微比较偏绿一点 偏海派一点 但是Molly的名字 颜色不分染绿 致辞性转取颜色天生结 都希望大家来感受嘉义当地的名识 让更多人了解到嘉义的好 我们嘉义市是一个民主胜利 民主 人民作为主 但是人民的名义最重要 所以不分颜色 不分蓝绿 但是要有是非的对方 酸人有酸到 但是今天就要酸好人 酸就好 我相信我的证件 其实对于大家来说 算是蛮标新的 就是它其实对大家来说 是蛮喜特的 吸引年轻人的选招 对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说明天选前资金 会不会有比较特别的照片 我们准备了一些惊喜给大家 就是很期待 每晚上还会再下来 第一次 大家部分男人要进入行 然后大家表达自己的理念 我们用理性来交流 来了解理词 我觉得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 而且不麻烦 啊 跟我家小朋友一样 那个一定挑了 而且挑的干干净净 对对对 你也真的 因为香料两种 嗯 OK 是 对 它的 它的青菜真的很不一样 嗯 很新鲜 你看 对对 那个白日苦瓜 对 很苦瓜 我跟你讲 我平常不吃苦瓜 真的 我有吃长这句话 我等一下 好 再加一块来吃吃看 好不好 现在有好几家 嘉义的美食 跟人情味最浓啦 对不对 大家鼓掌一下吧 哦 哇 也是 是 各位兄亲你看看 介绍会 告公平 全台湾都知道 台中有一个未成年的少年 叫廖国豪 开枪行凶 结果南投有高中生 涉嫌性侵 但是名字不能讲 难道青少年犯法 还要看他的家事背景 犯什么罪 才能决定能不能讲吗 我想问大家 监察院 应该算是国家机器了吧 当国家机器 承认南投县政府 有瑕疵 有缺失 长头师梗图 民意图法 原不足 结果政府 还不准人民讨论 这样算不算破海人 言论自由 我是嘉义市第一选区 东区市议员候选人14号 颜色不分蓝绿 支持性专区颜色田圣洁 我推崇公民不服从 以及恶法非法 当政府用法论和法律 来限制公民社会的 自由权利时 政府就有可能被挑战 刚刚主持人有介绍了我的名字 非常感谢主持人 这么辛苦念这个名字 这个名字很长 有16个字 很多人觉得很有趣 接下来带大家来看 一份监察院 对于南投某高中生疑似性侵 以及侵害儿少隐私权的调查报告 这个监察院的报告 来自于监察院的网站 是可以公开读取的 我们先讲报告结论 监察委员认为 学校的性贫案件处理下程序有瑕疵 南投县政府设劳处第一时间 没有依照职权积极妥善处理 防止网路霸凌的乱象机制不足的 监察委员说 网友在事政不明之际 即任意贴文指责 谩骂羞辱少当事人 再加上留言者呼应 形同网路霸凌 今天如果有一个未成年 到处强迫他人口交甚至性交 然后就逃逸无踪 难道只因为他未成年不能揭露个资 人民就不应该有知的权利 不能发布有个资的通缉专刊 不能提醒夜归民众小心防范吗 今天替大家讲的故事 发生在2010年5月28日 发生一个门案 在台中市日月生物科技公司 被害人翁琪南 是一名有绑架、杀人、强盗杀人等 前哥的地方角头 假设金盆洗手之后呢 被枪击身亡 枪手是一个未成年的少年 廖国豪 各位乡亲你看看 这社会有公平 全台湾都知道 台中有一个未成年的少年 叫廖国豪开枪行凶 结果男投有高中生涉嫌性侵 但是名字不能讲 难道青少年犯法 还要看他的家世背景 犯什么罪 才能决定能不能讲吗 监察委员的报告中呢 提到网友以各种改制或重制的手法 像是长头诗、梗图、民音图等 持续的严余、霸凌甲 究竟是否构成 足以识别身份之积蓄 以及何谓网际网路负责人 对行为人之行为 不具监督关系的定义 卫福部呢 应该给予统一的解释 另外行政机关 有无 向平台业者调阅使用者资料的权限 卫福部呢 也应该明确规范 我想问大家 监察院应该算是国家机器了吧 当国家机器承认南投县政府有瑕疵 有缺失 长头诗、梗图、民意图法缘不足 结果政府还不准人民讨论 这样算不算破坏言论自由 甚至国家机器在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下 凭什么来开罚巴哈姆特以及PTT相名 我想告诉大家 自己的言论自由自己救 当口交恶徒成为事实 宣传就是义务 天圣洁这三个字 不应该是佛地魔 或是You know who 三年前网络乡名人人自为 害怕讲天圣洁会被国家机器罚六万 三年过去了 请问这中间 以及现在 台湾还有没有下一个天圣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